那这个没有开玩笑啊 这一个牌子的话要过六位数的 不要拿你的姿势来挑战刀哥的性格 你刚才怎么讲来的 我们都不要拉来拉去的 对不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刀 今天啊 我跟你讲 小丽来了 你们天天都有人给我发信息 小丽什么时候来送货 最近嘛 因为缅甸那边局势了 也不是太好 所以他们料子啊 现在不是说天天都能有进来 这样的 但他刚刚跟我说了有新货到 让我在公司等一下 应该快到了啊 哈喽赵哥 哎呢 等久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坐坐坐坐 天气太热了 你知道吗 太热了 好久没见你了 你这个又穿巾 又带这个北翠的 怎么看啊 哎你这话说了 你看我大哥怎么越看 越看越像大罗班了 现在当大罗班了都不想你了 杨妹的 嗯 见面啊 是吧 都没比你这个大 哈哈 不一样吗 我这个还没有你那个位 你长这个种 你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大罗班 对 半山半水 耶 嗯 嗯 这么有默契的吗 现在 都是冰柠檬黄的 冰柠檬黄的 对 很漂亮的 这个刚到着去卧 先货很少吗 现在料子太少了 过几天就倒饲料了 过几天了 皮质非常的好 这料子没有手足啊 对 牌子刮件嘛 灯当桌 灯当桌都没有啊 这里有列 这边也有列 没有灯当桌 没事 可以做大牌的 大牌我做 灯当桌 灯当桌 现在市场 喜欢的人也少 这个位置擦得穿是吧 嗯 你看一下这里的种 妹妹 一个牌子都是六位数的 我跟你讲 你看一下 大灯啊 大眼光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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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是 这料子种水好啊 大马坎德 半山半水 压灯看一下啊 嗯 柠檬黄 你看这个种太美了 这料子种水好啊 对啊 也这边都有的 你看一下这种表现 那大家看一下啊 他这个料子啊 是一个玩 柠檬黄的料子 玩大牌的 那这个没有开玩笑啊 这一个牌子的话 要过六位数的 肯定的吗 你看这边 然后这边 我给你们讲一下 这我给你们具体分析一下 这个料子的一个种水啊 我们看着这边 就是我估计啊 我们不能讲百分之百 我估计这个位置是变种的 一直变到什么位置啊 一直变到这个位置 那看到没有 就是说 从这个位置开始 它这一边啊 应该是种水比较差的啊 然后我们从这个位置看到 它明显是变好了很多嘛 对吧 然后我们一直走在 走定的话 在这边都是一样的 那都是脱沙嘛 对吧 然后一直走走走 走到这个位置 那到这里 整体也就是说 这个料子是玩这么一节 那这么长 这个牌子我也不用说啊 可能是从这个位置切啊 都是有两处可以玩 然后它的厚度 可以两刀三片 六个牌子 对啊 六七个牌子 就少了吗 然后它这里呢 又不是说百分之百变种啊 只是概率事件 好吧 是 我们看一下这边 对穿哦 打灯也是一样的 对穿的 我们看一下 来看到没有 它这种柠檬房呢 起货的效果 因为达马侃起货 油性高嘛 所以说像这种料子 起货啊 它是非常漂亮的 知道吗 达马侃主要就是玩防飞嘛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长度啊 其实玩个小百剑 对 手把剑 当然啊 如果说玩手把剑 跟那个小百剑的话 还是有点奢侈 说实话 因为达到这样的一个种水嘛 可能做吊坠啊 牌子啊 都是比较漂亮的啊 其实这个料子 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来看它 开窗这里啊 它如果切进去啊 我们如果说切进去啊 它棉絮比较少 或者说没有棉的情况下啊 看不到什么棉的情况下 这料子 它是可以做界面的啊 当然这个呢 也是要堵啊 也是它料子的一个风险 如果说切出来之后啊 棉絮啊 各方面都没有啊 或者说少啊 可以抠的掉啊 它是打到界面 喂 听一下声音啊 这个杠性是非常好的 知道吗 却说这个料子 总体来说就是玩小吊坠 大牌子 界面啊 这样的 手桌肯定是没有 然后手把件跟那个小摆件啊 都是有的 然后像这个料子啊 如果说价格合适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不会亏啊 因为达马坎啊 它是起货率最高的一个厂口 知道吗 因为它起货都是有油性的嘛 当然所有的东西都归基于它的价格啊 都小粒的价格 你们知道的 应该是不会让我们亏啊 那肯定的嘛 我这个料子 我就是早起的出手知道吗 你放进这个栽培肯定会高的 静静不劳的 我就希望你能看到多少吗 我能看到多少啊 我能看到万数 六数看不到啊 六位数 小六啊 一出头吗 嗯 看不到 万数 多少钱 行嘛 你都说万数了 你也 我就希望你也别让我亏 亏钱好吗 我只能出我肯定会给你出 多钱 给你一个一起放在上面 八万吧 好吗 说新的话我想 想玩给你想玩一小粒左右 你现在我怎么发现你感觉你有点皮了 怎么可能 没有没有 不要拿你的姿色来挑战刀哥的性格 哈哈哈哈 没有真的没有真的 好好说 你也知道这个一个拍子都是六位数的 你看这个都可以做好几个呢 我都给你一个拍子的这个 开玩笑有点大了啊 刀哥 这个怎么可能 这个我又亏大了 这个价格的话 不可以吧 很贵了 真的 你的料子它就是玩这一块 嗯 这一块也不是一个拍子 都可以玩好几个拍子 是可以玩好几个 但是你插窗的位置就是这一块 这个位置我只能看到一个吊坠 一个佛宫 哎 其实这种柠檬房做活宫是漂亮的 非常漂亮 真的 现在市场上 我跟你们讲 因为它这种柠檬房啊 它泡了光之后会带一点游戏嘛 然后它又是带点那种 它这种柠檬房又不像那种很深的那种颜色 你知道吗 然后它做佛宫的情况下 用那个镶嵌之后啊 很漂亮 这吧小弟 嗯 你给我一个 就不要说给我 给粉丝们一个毫无压力的价格 完美了你这样子 这样吗 我也不说什么了 你现在我跟你讲 你现在在我的粉丝里面 你比我有名 哎呀 这刀哥 每天都给我来这一道啊 真的 不骗你啊 天天有人问啊 是吗 都没人问我 没人问我 天天有人问你 你知道话说的 这样吗 不说什么了 你也说到这个点了 这个你也扎一步 我推一步好吗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是吧 也没必要拉来拉去的 嗯 我给你个很好的数字 六万六 四万八 哈哈你看你看 啊 四万八你可能也不会亏钱 啊 我知道了 这种 不要这种拉 有点难啊 你刚刚又讲了 你刚刚说怎么讲来的 我们都不要拉来拉去的 对 对不对 那你也不要拉了 我也不要加了 对不对 你也不要剪了 就这个价 四万八 四万八的话 嗯 有点难 不难的吗 你下次还有碎料 碎料什么时候到吗 碎料过几天到了 对啊 你这个嘛 就滴滴摸摸的我 让大家 剪个小肉 不说了 不说了 是不是 我就说了 不摸摸 在这么多啊 老母货主的手上 小例的格局是最大的 真的 那个那个 真的是这样子的啊 没事 等到你这个料到了 你跟我说 好 你放心 都到了 如果大了 料子大 我就去你家那边看 你也不方便 可以 小朋友你拿过来 好好可以 这个料子我们就四万八了 好好好 OKOK 这个料子啊 四万八 我这样讲吧 它开窗的位置佛工稳稳出 当然我们切下去还要看它有没有棉 跟张 张应该是没有 所以要看棉 跟它一个裂 裂的方法我刚看了一下 切到这一块就只有这个位置有一条裂 别的位置是没有裂的 其实这个料子 怎么讲呢 整体雕的情况下 就这样的一个造型 整体把皮去掉嘛 对吧 然后整体雕 雕个什么摆件呢 这个需要大师去设计 或者说这样摆 对吧 怎么摆 然后它把上面种水不好的 对吧 我们不动 延伸皮革栈 然后呢 把种水好的位置皮扒了 看一下怎么掉 很漂亮的 好吧 摆件的吧 没有任何风险 那行 那我们今天 等一下马上给你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记录到这里 有喜欢刀割的 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业知识的 点赞关注 加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